2019年跆拳道市井赛女子73公斤以上级别比赛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北京时间5月18日 在此项比赛的决赛中 中国选手里约奥运会冠军郑舒英在前两局都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最终出人意料的却被裁判以十次犯规为由 直接判复 最终东道主选手沃克登光荣地夺得了该级别的冠军 而该事件在国内外引发了持续的锐意和关注 通过比赛回放 我们可以看到当裁判连续给郑舒英出示了十张黄牌后 受到委屈的郑舒英一下子摊坐在了场地上 即便冠军沃克登想要将他拉起来 郑舒英也不愿起身 20比10遥遥领先而输掉比赛 他实在无法承受以这样的方式输掉比赛 根据比赛的视频视频回放 我们发现裁判的十次判罚中 至少有八个都存在争议 看上去他的日常训练仿佛不是跆拳道 而是请了一位相扑教练来帮助他得到提升 而裁判对这位英国跆拳道选手的相扑战术不但不闻不问 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盯着郑舒英一顿吹犯规 而这位东道主选手的得分也基本上都是依靠裁判的吹罚得到的 就连现场观众已经对判罚出现了不满的情绪 他们在看台上大声起呼 这不但表达出了对郑舒英的支持 更是表达出了对裁判不公正的不满 赛后 郑舒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练了十六年跆拳道 今天才知道比赛还有这样的 我拜托他们能不能公平些 而作为比赛的胜利者 沃克登赛后接受采访时则表示道 很明显 听到虚声不是件好事 这不是我想要的 但胜利就是胜利 我做了我必须做的 无论如何 现在我已经三次夺冠了 这是无法改变的 其实 这也不是中国选手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 遭到不公正的判罚了 这次是受到了英国人的不公正待遇 下次不一定又是哪国人 之所以这么说 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输不起 中国男族都输成什么样了 可是一点都不妨碍中国球迷对国族的爱 但我们无法接受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输 赛场上的不公 对于郑舒英这样的运动员来说 就像否定了从小到大的价值观 为什么从小到大辛苦训练练就了一身本领 反而经不住采判的连续十张黄牌 这才是真正的杀人诛心 顾拜旦曾经在他的体育诵中写道 体育你就是荣誉 荣誉的赢得要公正无私 反之便毫无意义 有人耍弄见不得人的诡计 以此达到欺骗同伴的目的 他内心深处受着耻辱的折磨 有朝一日被识破 就会落得名声扫地 如果没有公开 公平 公正的原则保障 那么更高 更快 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也将是一指空谈 郑舒英虽然输掉了比赛 但却得到了全世界维护公平竞赛人们的认可 当他强忍着悲伤与委屈 遵循着体育规则与领奖秩序而站到领奖台上时 他代表了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